好 明老师刚刚看到的是 美国新任国务卿布林肯 他的公开谈话 事实上他很多5G跟中国 对于西方的威胁的谈话 跟过去的国务卿蓬佩奥 事实上是非常类似的 在美国内部 包含了新任印太司令 跟这个国会议员对话的时候 国会议员判断 北京冬奥后可能清台 然后西阿蕊直接接受 这一个媒体专访 他说美国要约束好北京 支持台湾 那同时呢 在美国国会也有人提案 台湾加入北约 整个美国两党政治各界 对于台湾的国家安全 基本上有高度的戒备 对 这个事情 其实我们在那个 川普政府的后期 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 我记得我们在讲说 美国的几个高层人员 从副总统彭斯开始 然后2018年 2019年 然后蓬佩奥在2019年 我们说先后做过三次演讲 一人一次三次演讲 三次演讲已经很清楚 勾勒出来美国对中共的政策 那背后包含就是 美国对中共的忧虑 当时大家会担心说 拜登上台之后呢 会不会改变这个政策 会不会从根本上呢 去讨好中共 当然今天大家看到 各种各样蛛丝马鸡 大家都要扩大检视 不过最近我们看到 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呢 第一是美军印太司令的 这个提名人呢 叫做阿基里诺呢 他讲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我们要增强对台湾的保护啊 什么等等 大家不要忘记 这个一两个礼拜前 我们还提到 他的前任呢 戴维森在卸任 然后去回来素质的时候呢 他还讲了同样的话 他还讲说什么六年之内 担心六年之内会攻台 什么等等 所以两任的美军印太司令 讲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话 这不只是说个人对这问题的判断 而且是就是反映了美国军方 甚至美国高层对这问题的判断 那么也就是说 他们真的很担心呢 中共会利用这段时间打台湾 会利用什么机会来打台湾 大家知道 印太司令这位置不是太好做的 我过去碰过几位 就是后来下来退休之后呢 转任了智库呢 然后我们谈话 他们的背景非常丰富 他们不是有很简单 头脑是四肢发达的军人 他们不但说在战略上 有很清楚的认识 他们对这个区域政治 乃至对国际关系呢 有相当高层的这个了解 也就是非常宽广的了解 这样他们才能保证说 他这个在接收政府 给他指令的时候呢 他动作做到什么地步 所以我们看到 连续两任的美国印太司令呢 他们讲的话呢 非常接近的第一个 第二呢 你刚刚讲的希拉蕊 希拉蕊我们过去一样 就是对中共是比较 倾斜的 然后比较亲共的 他现在讲说 我们要大力支持台湾 然后布林肯 你刚刚放了一段 但是你如果把别的东西 都找来看的话 他在支持欧洲之行呢 对波罗的海三国 对很多欧洲国家 波兰区利捷克等等呢 跟斯洛伐克呢 都讲说要跟台湾 要多建立关系 要发展什么等等 唯独在这个德国呢 还比较少讲这件事情 好那所以 美国方面讲了很多 那日本呢也讲了 日本谁讲呢 防卫大臣 暗信付出来 讲到说 如果那天要发生的话 就是如果中共要攻击 这个台湾的话呢 那美国也出来 然后日本要去配合美国 好那这样就牵涉到什么呢 牵涉到美日安保 那我们来看美日安保 美日安保这几十年来呢 经过很多次的修订 美日安保最早是说 日本如果被打的话 美国要来帮忙 后来是讲说 当日本要被打 日本被打的时候呢 日本自己要先起来抵抗 然后美国再来帮忙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讲是说 当美国在外面有事情的时候 需要日本来帮忙 所以换说 日本的地位在美日安保里面 越来越高 越来越重要 好那么当这个 日本在美日安保里面地位 越来越重要的时候呢 下一问题就是 在什么时候日本得出售 那么美日安保到底包含到什么地方 所以后来美日安保呢 慢慢就划出个地理范围 北边呢 到厄祸刺客海的南方 也就是北方四岛呢 这个附近 然后日本战略不用说了 琉球战略不用说了 南边到哪边呢 南边最少最少到菲律宾的北方 最多最多到澳洲的北方 这是已经很大的范围了 然后南海呢 一般不太说 然后往西说到哪里去呢 说的少一点点 是马六江海峡 说了多一点点 进到印度洋 大家记不记得 在这个小泉 小泉当总理的时候 日本参加过这个维和行动 参加过派军队出去 派日本的自卫队战舰出去 就派到索马利亚 所以当时我们就说 当然大陆批评说 这日本军国主要复活 大陆一定会这样讲 但是对日本来说 这是我国力的展现 那么为什么海军 我们等一下再讲 所以也就是日本的防卫范围 第一 日本在美日安保里面地位提升 第二呢 日本的防卫范围开始扩大 可是刚刚的戏码呢 在五年之前 还不断地在燃烧 讲说到底包不含台湾 包不含台湾 后来日本政府想要办法解套 他说 美日安保是什么呢 就是当周边有事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出来 然后大陆说 那什么叫周边 所以前面很尴尬地 把这个地里范围画出来 哦 这北边到这个厄祸刺客海 然后南边到菲律宾 或到这个澳洲 西边到哪里 那反正老公说 那台湾就在里面了 所以他就很尴尬 最后日本办法 日本政府想要解套 什么叫周边呢 看事件的性质而定 这事件如果很重要的话 那发生在这里面叫周边 如果不重要的话 发生在这里面 也不叫到周边 但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扩大解释 那也就是说 如果看事件性质的话 不发生在刚刚讲的区块里面 也可以是周边咯 就北极发生什么事情 美国就需要的话 一喊日本也要 也因为说周边有事要来出动了 那这个东西呢 就有争议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呢 还是一个争议 那现在我们看到什么呢 过去呢 讲的话我刚刚讲说 是防卫厅或防卫省的次官在讲 这是谁在讲的 岸信夫在讲 岸信夫是什么人呢 防卫长官 防卫大臣 就防卫下 换句话说 讲话的层次 已经拉到了日本国防的 这个最高的这个人了 而他有没有下台 没有 他有没有切副 没有 换句话说 日本很公开告诉大家说 美日安保要包含台湾在内 那过去曾经我谈过的问题就是 美日安保要不要完成美日台安保 理论上应该这样说 我们不必要求 美日安保自然会包含我们在内 但我们要去玩 要把美日安保完成美日台安保 为盟其利先受其害 因为中共一定会阻止这件事情发生 为了阻止它会对台湾领先 而且加大压力 所以这件事没有必要去做了 但是保护呢 是会存在的 好那现在回到我们的主题 我们主题是讲说 美国跟日本呢 好像看起来担心中共会打台湾 这么多人出来讲了 担心原因我们过去讲过 第一是中共的国力上升了 我们过去呢 跟大家讲过 我们说国际关系理论里面呢 我们怎么看待 一个国家对别的国家形成威胁 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这个国家 有没有足够的实力去威胁别人 我们叫做国力 第二就是这个国家 有没有意图去威胁别人 如果有实力没有意图 那没有关系 如果有意图 那没有实力也没有关系 我们怕是又有实力 然后又有意图 好那现在我们要看就是说 中共是不是符合 又有实力又有意图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节目也做了一段时间了 我们看到中共的国力的确在上升 在经济方面上升 即便在武汉肺炎打了一下 但是现在看起来 好像慢慢在恢复当中 第二科技实力在上升 大家最关切的就是 它的军事实力的上升 它的海军强化了 空军强化了 太空科技强化了 好那我们前面讲到海军 为什么我们说 当时对日本的海军 能够跑到那么远 我们那么在意呢 请各位回想一下 日本海军过去 没跑到那么远过 日本海军过去 东边跑到大概夏威夷附近 那时候偷袭珍珠港 南边打到我刚刚讲的 澳洲的北边 然后横扫过菲律宾 然后横扫过南洋一带 然后一部分的南海 但是没有再穿过去 所以当这个小圈纯一郎派船 穿过了马六甲海峡 进入了这个更深远的地方 最后进到了这个 非洲东部的时候呢 很多人当然担心 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所以它有这个国力 那大家下个判断 就是日本有没有这个意图 大家看了半天 日本好像没有这个意图 而且看起来日本的国民 也不支持日本的政府 做这件事情 但中共不一样 中共现在第一呢 海军看起来有这个实力了 这个中共的海军呢 向东呢 现在走到关岛这地方 都不是问题 甚至走得更远也并不奇怪 大家可能不一定很记得了 大概在四五年前 甚至五六年前 中共的海军的船舰 曾经走到过阿拉斯加 而这件事情呢 正好是美国有高官呢 在这个中国大陆访问的时候 消息爆出来 所以这个高官当时非常生气 他认为说 这中共对他的侮辱 更是一种威胁 那不管中共当时 那个意图是什么 但他有这个实力了 所以海军在我们国际关系学者 看起来是什么东西呢 海军呢 第一是一个国家国力的象征 第二是一个国家 能够投射国力的工具 空军当然也可以投射国力 但是海军能投射国力呢 比较大比较多 而且比较持久 海军如果说 你有大型的运输战舰的话呢 你可以运输比较大量 比你可以进行陆地进攻 所以大家很在意 当然中共的这个国力 最后上升部分 我们比较关切的呢 就是网络的这个能力 不管是网络进攻能力 还是网络窃取能力 还是网络防御能力呢 这都在我们计算之内 所以简单的说 从国力或实力角度看 中共是有这个实力的 好 那下一步就是意图 如果像日本一样 你虽然有这个实力 但是呢 你都老老实实 别人喊你 你才出来 然后别人不喊你呢 你在附近进进活动 也不跑远了 也不干什么 那就没有问题 但是中共给我们的印象 不太一样 中共过去答应说 南海的这些礁呢 我不会建成岛 然后也不会军事化 结果现在食烟而肥 现在不但建成岛 然后现在军事化 然后大量建军什么等等 过去呢 我们谈了很多 明杰兄们谈了很多 第二 钓鱼谈呢 它不断地这个说 这是我的 我要干什么干什么 第三呢 香港的问题残酷镇压 然后大家看见说 它充分否定普世价值 然后我们提过 一亿谋霸的问题 我们讲过新疆跟西藏问题 所有之情加起来 大家认为说 哦 你对大家的 相信的普世价值 你是反对的 第二 你对大家 现在安排的国际秩序 你是要挑战 是要破坏的 第三呢 看起来你好像 还进一步要挑战 美国的安排的 国际金融秩序 跟其他东西 所以你不但有能力 而且你有这个意图 所以一个国家又有能力 又有意图 这给大家感觉说 它像是威胁了 那大家就比较认真要注意它了 还有下一个因素 习近平这个人 这个华冲莹说呢 如今的国际局势 八国联军打群架 但是中国不是120年前 那明老师刚讲到 北京对外的这一个侵略 引发了全球的反弹 那这里头呢 刚刚讲到 美日的安保呢 很有可能纳入台湾 那另外一个外界判断的是 习近平呢 在十九大修宪之后 他的独裁 他的扩张 也可能带来军事的风险 我先澄清几点了 中共现在的行为呢 严格说大概还不叫做侵略 应该叫做扩张 然后习近平的这个 让大家关切呢 我刚刚讲说 除了说这个国家的实力 开始上升 然后意图开始 让人感到威胁之外呢 最重要就是 他现在这个领导人 也就是习近平这个人 大家现在感觉 习近平似乎越来越强势 从哪边看出来呢 从2012年上台 2013年开始反贪腐呢 他斗争对手呢 好像斗争的血淋淋的 但大家说那没关系 那是内部的事情 但在国际上面 如果有这么多事情 大家就开始注意了 然后你建军 建得很认真 建得很用力 然后你现在不断告诉大家说 我们今年呢 是建党百周年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周年 说要干什么 干什么 然后说这些加起来 大家发现 所有这些事情 都是出自于习近平 都是习近平上台之后才干的 所以一个国家 有能力 有意图 又有这种领导人 大家就觉得说 这个是特别大的威胁 所以大家对于说 中国大陆 对大家形成威胁 这个概念是这样 一点一点 这样拼凑起来的 前面大家还希望说 你只是强大了 你只是富有了 你只想让我们 大家知道说你有钱了 然后你现在讲话 可以大声了 现在发现不是 好像你想的 你想的不只是 要讲话大声 你要我们大家听你讲话 然后要配合你做事情 那就不一样了 那现在重点是 大家说如果习近平 真的要有什么野心的话 他下一步想干什么 大家很自然会想到台湾 第一 民族主义的问题 大家会想到台湾 第二 台湾的地理位置 在过去是美国包围中共 或包围 包围共产主义的 亚洲的第一岛链的 包围圈的中心点 所以对于围堵中共也好 或围堵共产主义也好 台湾在这个围堵线上 或者包围圈上面 反过来从中共角度来看 如果我要这个突破 这个围堵圈的话 那台湾是一个突破点 所以台湾呢 在一边来说 是一个防卫的 一个围堵圈力部分 从另外进攻角度来说 它是一个突破点 所以台湾就符合了 我们在国际观察上 所说的叫做热点 热点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可能说 不被人家当棋子来玩 所以台湾很多人说 我们台湾不要当棋子 我说可以啊 当中共飞机飞过来的时候 你说你不要飞过来 我不想当棋子 你能办得到吗 当中共飞机飞过来 威胁台湾的时候 美国说我来保卫台湾 我来捍卫台湾一下 美国也把台湾当棋子了 你跟美国说 你不要来 我不想当棋子 你能这样做吗 根本轮不到你想话 所以换句话说 台湾的危险呢 第一跟这个历史因素有关系 第二跟地理因素有关系 第三呢 跟这种美中对抗 或说中共跟全世界对抗 是完全有关系的 你根本跑不掉 现在亚洲各国担心了 严格说恐怕不是对抗 严格说怕美国不来对抗 怕是这样子 所以大家现在听说 拜登政府可能会用 气候合作来交换台湾 真的交换完了 那就蠢了 中共是想说 我真想换换看 对中国来说是绝对划算 但对美国来说 我们反过来讲 大家常常讲说 如果真的打起来的话 美国人不会来帮忙的 我们反过来问一下 如果美国真的不来帮忙 如果台湾真的被中共拿走了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第一 世界第一强国立刻换手 大家热热地说 那是中共不是美国 第二 美国所经营的 这么几十年的国际秩序 会慢慢开始崩溃 第三 大家会说 美国的保护是不可信的 所以第四 我们大家要开始另谋出路 大家会倒向中共 第五 美国的国际秩序崩坏的同时 美国所经营的国际金融秩序 乃至美元地位开始崩坏 当美国的国际金融秩序 开始崩坏的时候 一定回头冲进到 它的国内财政 美元是不可信的 然后大家会抛美债抛下去 美国财政就瓦解了 美国社会秩序会瓦解 所以日本才说 台湾很重要 如果中共打台湾 我们大家要来帮忙 要来救 大家现在慢慢看懂了 现在重点是 拜登他们究竟看懂没有